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师范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做过教师和小学校长 73年政府降低文凡教师的起身点 司徒华领导教师罢课 同年他创立教协 发展到今天 有百万三千会员的工会 同时拥有的资产超过二亿 这些是非常非常大的成绩 之后他先后参与 争取中文成为主要教学语言 甘稀事件学潮等等的运动 本人司徒华以致诚据实声明及确认 1985年 司徒华开始从政 寻教育界功能组别 晋身立法局 同年他获北京委任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89年六四事件 他与李柱明一齐退出基本法草委 与北京关系决裂 并且成立支联会 一万块 从亲可以坐的地方都完全爆炸 平反六四 结束一党专政 变载民主中国 是一定留守实现的 但是知道这个理想和尽念 不是一定自己看得到的 90年司徒华和李柱明等 成立港同盟 之后发展为民主党 大护士民立志愿 司徒华投身直选 去到04年宣布不再参选 谷宫尽水 换徹始终 18年来 我对这个口号是无愧的 各位朋友 今年是六四事件的二十周年 我是接受了邀请 由4月5号至到22号 访问北美六个城市 我们海外的同胞 和国内的同胞 如何共同努力 平反六四 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 这条路 是非常漫长 习惧和艰苦 甚至好像我这一代 都未必能够看到 美年六四的今年的口号就是 继承 英烈志 接好民主派 我们不单止自己 去努力奋斗 同时呢 是要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继承 英烈的位置 以及接好我们的民主派 一直到平反六四 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为止 第一个人知是 中国因为选择法治的历史 从为新冒失政变 一直到最近的 同时呢 写的文字是很容易太好间接 在经济上面 进行改革 但是在政治上呢 仍然坚持独裁专制 一点都不放线 我仍然是一百三十八个 但是你现在看完呢 在这些地方里面做 我是不是没有戴眼镜啊 我是不是没有三眼 我是不是没有三眼 我来你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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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心裏面有一個深深愛的人 亦都有一個人曾經深深地愛過你 即使現在大家是天人相達 不能夠成立他庭 但是你這份感情在自己心裏面 都使自己感冒和幸福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在我這一生當中 我認識了很多有共同理想的朋友 我認識了很多人 我認識了一天 你不想讓我來教你 很久不妨 你不想讓我去教你 我認識了一天